花莲市公所这个周休假日在浩克文化会馆举办的日本艺术家辉豪 以及古语养生季的主题市集 由日本艺术家真山上信在现场辉豪拉开序幕 活动里头呢还有五周中一的养生讲座 蔬食创意料理体验还有课语闯秋毫礼 及文创商品蔬食市集等等 市长威佳燕欢迎大家假日来逛市集 花莲市公所举办的原客市集活动更加丰富多元 这个周末假日特别邀请到日本艺术家真山上信在现场辉豪 也为浩克文化会馆增添了国际艺文能量 同时也希望可以帮助真山上信完成长久居留台湾的愿望 那今天是我们花莲市公所 课心所举办的古语世纪 那也邀请到我们真山上信老师来做莫保的一个辉豪 然后也希望说借此这样的活动 让大家了解到花莲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城市 那说到真山上信老师 佳燕是在2018年 在我们松原北馆就有请老师挥好一些莫保 那其实隔一天就是我们的0206地震 那其实印象非常深刻 那至今那幅莫保一直挂在家里 那也希望说最近老师遇到了一些困难 然后也希望热爱老师的市民们也可以到我们花莲市公所后面 我们课心所这边如果有需要 其实老师这边都可以替我们市民来做一个挥好 来自日本新学的真山上信 因为喜欢台湾他想要永久定居在台湾 他用舒缓和台湾的民众结下深厚的缘分 因为我爱台湾 很简单的理由 我爱台湾 我爱台湾人 台湾的食物 台湾的天气 都喜欢了台湾自然 每天写毛笔字 然后 那那个是我吃饭的家伙 我想要 拿到那个永久居留站 所以我 我想顶住在台湾 到我死掉 我开了公司 我自己开公司三年了 这三年可以 然后要那个更新 更新居留站的话 一定要那个300万的营业 因为我也是外国人 外国人开公司的话 一定要300万营业 这样 所以要努力一下 对 真山上信现场写了一个原字 送给市长 也希望这两天时间 可以为更多花莲相亲来写字 两天的市集活动 还包括了五周中医养生讲座 蔬食创意料理体验 还有客与闯关抽好礼 文创商品 蔬食市集等等 欢迎相亲把握机会 到浩克文化会馆来逛市集 解订阅会欢迎市报道